這裏是西亞圖的華盛頓大學 華盛頓像是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雕像 華盛頓大學是華盛頓州的州立大學 這裏有一個廣場 他們叫做紅場 不是騷亂的那個 而是這裏 因為周圍的建築物都是紅色 所以就叫做紅場 現在正值是畢業的季節 所以也會有些學生會在這裡行畢業禮 周圍也會有報照 即是恭喜冬家畢業省等等 這邊呢 前面有些書館 設施 我看看這個牌子 寫些什麼 今天有些魚 紅紅色街 我們在這裡 前面有個叫做 Susanu 的建築 有一個擁有 Gorberding的建築 也要看看是什麼 不過也很美 看到也很有歌德式 歐洲風格的遠足 跟哈佛是有些不同的 不是,跟阿斯坦佛是有些不同的 風格比較歐綠 這個就是廣場 紅牆就在這裏 很滑,街磚 今天本來這個時候 本來我是要上一架水上飛機 遊覽阿圖 不過因為今早他們打給我 我就說行程就取消了 那班機就取消了 因為不夠人報名 不成團 另外班次也取消了 今天天氣很一般 整天都下雨 所以沒辦法了 都圓坑一面 跟水上飛機 這裡有不同的大樓設施 這座樓也挺漂亮 看一看 這是不是廣場 看一看 看一看 那華盛頓大學 都有一些科目出名的 例如NBA 等等 那全頭排名都80 大概80 那算是 都是 最高級的學校 來的 看看 看看 這裡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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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圖書館 這座大樓叫做 薯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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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 是Paul Allen 有份 Paul Allen 就是Microsoft的創辦人之一 早幾年過世了 不過他 就是 早年的創辦人 然後到80年代 初的時候 因為健康緣故 辭任Microsoft的領導層 後來就投身了很多 貢獻西亞圖城市建設的 一些事業 也有投資在球隊 也有做很多事件事 所以 Paul Allen 在這裡做了很多事 這裡有一塊碑 他說 Henry薯沙路 是一個 曾經這裡的大學主席 那 那 就 又說回這個櫃圖 原本叫Henry & Shazano 櫃圖 那 可能又改名了 那 櫃圖裡面 應該不可以拍的了 不過 對 給大家看一看 周圍環境就是這樣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